一波接完以后我再跟他讲一个故事 然后我大概下楼以后半个小时左右 他就说他对这个人物对这个故事非常感兴趣 他愿意加入我们这个团队 然后之后我们俩加入微信之后 就我会给他推荐一些资料 然后他在进组之前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然后去查资料啊 然后去看书啊 就是在我们在进组之前就开始 他就已经对是非对是非员 就是这个职业有一定的了解 然后完了以后进组之后 我们就开始去参观 然后请那个是非员来过来指导交流 然后请一些航空专家给大家讲课 大家都非常认真 然后在那个我还记得就是一波的剧本 然后他自己用了一个红色的书皮 像一个小学生也把那个书皮把那个剧本给表了一下 然后上面粘的全都是透明胶带 然后杀青的时候我看上面粘的全是那个变迁那个马 然后各种颜色然后每一个每一场戏写了他自己的很多理解 当时其实我现在当时没好意思说现在都还挺想看能不能将来把那个剧本收藏 因为确实写了很多东西 有时候夜里两点钟左右 一波还得给我发短信 因为我们第二天要拍摄 我们有时候晚上要剪片子 其实他们就 那个制片部门就希望他们早点休息 然后一波会在夜里一两点钟给我发短信 就跟我讨论 第二天就是在戏剧逻辑在这屋上 我们该做什么样的准备 这个我觉得还是 嗯 Bliss 吃